食物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元素之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食文化和传统 探索世界各地的美食 除了可以品尝不同风味的美食 更可以感受不同国家的风土民情和文化 因此食物之旅成为了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的旅游方式 走访不同国家的美食 不仅可以品尝当地的美食 还可以了解当地文化的特色和历史背景 例如法国的香槟和奶酪 意大利的披萨和意大利面 日本的寿司和拉面 中国的火锅和烧烤等等 都是代表当地的美食文化 而每个国家的美食文化都反映了该国的历史 风土民情和经济发展状况 在食物之旅中 也可以体验不同的用餐文化和礼仪 例如中国的团圆餐 日本的铁板烧和美国的快餐文化 除了尝美食 还可以参加当地的烹饪课程和市场参观 了解当地的农业和食品生产过程 更能体验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另外在食物之旅中 也能体验到食物的美学和艺术性 例如法国的糕点和甜点 日本的盒 纸 中国的点性等都有独特的形状 颜色和味道 并且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透过食物之旅 不仅可以品尝美食 还能够欣赏食物的艺术性和美学价值 总结来说 食物之旅不仅可以品尝不同国家的美食 还能够体验不同文化的特色和价值观 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和经济发展状况 这种旅游方式能够激发人们对食物的热爱和探索